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心里在想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身体 完完整整地交到医学院的学生手上 去做这个人的研究 所以有一个感想 就是说当有一天 他们真的能够在我身上绷刀子的时候 这是我亲人圆满的事 曾经有过李基世 他跟我们的医学生这样说 你可以在我的身上画错了千包万包 就不可以在病人的身上画错一包 看着你的真情的付出 每一次谈到了他 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来 他从桃园来到花莲 在走廊里我碰到他 他还是笑笑的很语气的跟我说 因为我已经摇摩了 一时判断剩下两三个月 我希望自己回来 免得到最后 又要劳动别人的这样的运转回来 他很难过 可是看到他那样的冷静 我也不敢劳动他的心 他很冷静 但是我会脱脱的哭 寒了眼泪 表达出了他的真情内心 很不舍 那一年他就是住进了西年病房 所以就想到他要当无意良心 我就请人次大安排的学生们 来跟他说话 就这一样 这个 就一直我就不愿意动刀子 因为 既然已经有这个心愿想说 把这个身体捐出了 大家做个研究 那动刀啦 做化学治疗这个不是容易的 而且会破坏一点 我只是希望说 把这个身体完完认证 能够交到公司上 那一天呢 我也要醒脚了 因为呢 他卷溶洞啊 我怕回来的时候呢 来不及 那所以呢 我出门前 先为他受溶洞症 我就问他说 你心很冷静吗 他说 手都能舍得 那是骗人的 但是 常常听师父的话 我能不舍吗 那样的很冷静嘛 刚好我们的背后是 薛昆山画的那一幅画 你看来呢 就是莲花 认真的看了 就是一尊释迦摩尼佛的像 我就会跟他说看 莲花 佛醒在莲花 佛像隐约在莲花池上啊 直到人生啊 脱体啊 舌子脱皮去 带着你这一颗清静的心去啊 就要快快回来哟 他就是我们第一次 这一次的无疑量食 这一次的模拟手势 是教学的模拟 除了我们呢 此际系统的医疗 大医王们 还有呢 国外的医学生都来参与这一次的模拟手势 在这八位无疑量食中呢 其中有一位呢 是良疑量食啊 那就是剑红衣即使 他向来身体就是很不好 可是呢 这十多年来 他还是呢 跟着高医师 就是不管是南北啦 或者是在我们的医疗职业体 他都去当标准病人啦 唯妙唯娇的 很像很像个病人 既说啦 也有一次要扮演呢 是被风打到的 所以这个水会肿起来 他就故意啊 去打了皮下的水 让它呢肿起来 这都是呢很真诚的心啊 在他的身体啊 那要打出啦 病人过种病人的苦难相 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 来教导年轻的医师们 他呢 他呢 就 因为呢 重新性的心帅气呢 就这样 完胜啦 这一次的 无意良师呢 就是他 他是社父的 很贴心的弟子 他为了医疗自业的付出 他才56岁 可是呢 他的生命的使用权啊 分分秒秒的 每一秒钟都把握的 非常的充熟了 真的 建基士啊 应该又回来咯 希望呢 慈祭司机也啊 但愿他 都是呢 在度化人生啊 还有呢 朱老先生 他只是看到了 一本小册子 这样的话 诗词记事件 这是宝宝的 这么小本子啊 他一看了 就开始了 那样的用心啊 花心力愿支持了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